大家好,我是阿胖 我这边的香菜已经降到3块钱一斤了,特别便宜 香菜就像臭豆腐,喜欢它的人喜欢得不得了 不喜欢它的人听到名字就讨厌得不得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特意分享给喜欢吃香菜的人 做出来特别香,不用油炸 比干巴巴的油条还要舒服 吃上一碗从头暖到脚,暖和一天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特别适合 香菜不仅是一种提香提色的配菜 它还含有大量维生素C以及胡萝卜素 尤其是胡萝卜素比西红柿黄瓜还要高出10倍 今天就用这把香菜做一道非常简单的早餐 只需要10分钟 香菜洗干净后,先放在炼架上摊开,控下水 准备3个西红柿 平时我们去西红柿的皮都是用热水烫 之前看评论,有位粉丝朋友说 西红柿去皮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削皮刀 像削水果一样,把西红柿的皮削下来 我亲身体验过之后才发现 这一招比用开水烫简直是方便太多了 看一下,很快就把西红柿的皮削下来了 哪里不干净,再稍微削一下 然后再把西红柿的地取下来 削皮刀削西红柿,这一招真的很不错 大家可以试一试 3个西红柿都已经去好了皮 现在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细条 像这样旋转一下 等一下切丁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西红柿切好丁,先单独放入盘子里 等一会儿再用 现在大碗中加入200克普通面粉 用100毫升常温的清水和面 加水时要慢慢地加 把面粉搅拌成絮状 然后下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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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汁水 炒出汁水后 再根据家中有几个人吃饭 加入适量的清水 让盖子大火烧开 现在把做好的小面片放到托盘里面 水开了 加入蚝油生抽调味 接着把做好的面片下进来 用筷子搅一搅,防止粘连在一起 再次烧开,把打好的鸡蛋液沿着锅边倒进来 剩下的也不要浪费 然后蛋花煮熟,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时候赶紧把蒜黄香菜下进来 用勺子推散开,一定要烫一烫 凉着的香味才能够激发出来 然后再淋点小末香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哇,真的是太香太香了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早上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汤 胃会特别的舒服 喜欢吃香菜的千万不要错过 值得一试哦 喜欢就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试试吧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还能够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